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50年的妇科专家 不是50年 我现在还没有50岁 我学的跟朗尼和沈坑大夫学的妇产课 其实要从医学的进步来看 药起了很大的作用 绝对 其实如果没有药 外科都很难进行 说白了 没有麻醉药 你外科怎么弄 也不能生抛活人 对吧 好了 其实只有几大类药 改变的 基本上改变的世界 一类是抗生素 人不再发烧死了 不再发炎死了 第二激素 就很多疾病是能够激素 能够缓解 你过了危险期 你又能多活好长一段时间 第三类就是维生素 各种不足 补等等 对不起 我打断你一下 我还一直有个医学的问题 就说 你看为什么我们什么病 要想急着好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嗓子发炎 马上主持节目 他们有些人就用激素 激素为什么好像能够 这是个什么作用 激素 简单的说 能够让你产生 某种程度的应激状态 就是说 现在是来事了 最常念的说 Fight and Flight 就是说要不然打 要不然跑 它都需要你有很强的体力 调动出来 来应付这件事 对吧 所以说你给你激素之后 你人相对来说 会比原来会更 力量强了 力量强大一点 那就算好过去 那就好了吗 你就能挺过这阵了 但是这个病还是没好 这个病 你如果要是应该是发炎的话 还要抗生素 还要把炎症去掉 激素只能说对抗你 就是超高烧 对抗这些炎症产生的最强的反应 好 你接下来说避孕药 然后第四类 麻醉 麻醉药 第五类 其实可以说像口服避孕药 长效避孕药 应急避孕药 这事 避孕药 为什么最后说 其实并不是最不重要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 原来 你可能知道 你可能没用过 最早的 比如说避孕套 怎么办 弄个鱼飘 对 就是长得有点像那个东西 对 然后你想想 大鱼小鱼 然后有新鲜的鱼 不新鲜的鱼 文韬带上肯定不是很舒服 中国人相比之下是体贴的 我听说是中国股的人用鱼飘 就说欧洲人就野蛮 他们用羊皮 羊肠 我记错了 羊皮 你以为穿皮鞋吗 表面有时候你看那个 这是比较粗爽 这女的就更惨 比如说打肚子 跑步 上蹿下跳 以为就能把这个逼过去 吃各种很古怪的东西 闹肚子 什么之类的 造成了很多人间惨剧 这在过去的 白冠野史中都有提及 所以病药在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为妇女解放 妇女地位的提升 妇女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创造了很多的条件 现在说是每年 就是全世界 有超过一个亿的妇女 每天早上服用口服病药 但是也挺有意思 就是说 你说欧洲那边的妇女 能够达到服用病药的 能达到百分之三四五十 甚至像德国 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妇女 服用病药 但是中国妇女 实际吃病药的少得多 但是相比之下 他们有一调查 中国妇女竟然从 15岁到45岁之间 做过人流的 达到一半以上 你说这就是 为什么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我能想到的 马上想到的 一个 我们自我保护意识太差 然后还有一些男生 太不负责任了 第三个 就是对这种舒适程度 就是新生活的舒适程度 西方跟东方还是有一些差 关键的分别 但为什么 我们的女性比较不爱吃避孕药 她是怕还是什么 她觉得有副作用 她怕有副作用 其实这个避孕药还真的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避孕药现在有统计 减少一些妇女的癌症的发作 就是什么卵巢 或者什么 它有减少 但是也挺奇怪 这种安全性 长期服用的安全性 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证明 就是那种一次性的 紧急事后避孕药 好像对健康不大好 不能多吃 但是就那种 长期的 长期的那种 而且甚至说吃时间长了 皮肤能变好 可是 也有人说皮肤会变坏 没错 可是也有一些妇女反应 吃了脸上就长痘痘 这就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可能跟体质还有关系 现在产的呢 因为它从剂量上 包装上都很适合吃 一天一粒 一天一粒 一板 吃完一停 然后月经自己来 然后再接着吃下部那一板 所以 还有一个好处 就刚才冯老师提起来 就避孕药吃了之后 是能够甚至能调节 规律月经 是的 多好 十全大骨完 而且你看 咱当一个科学家在这 我也有一个 我的感慨 就说你说 这个人控制声誉 就说明声誉多强大 我个人认为 到现在为止 也没找出一个舒服的方法 没有完全舒服的 避孕套 你说舒服吗 说那是假的 避孕药 从来什么月经 第几天开始连吃 二十一天 这一天一片 一天一片 这个太麻烦了 说实在的 你看就 咱想象的科学这么昌明了 这个事 你怎么不能发明一个 吃一个就管半年的呢 可以直接把你一个挑子就完了 对啊 这怎么不勤呢 你挑了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你是中世纪来的吗 还有些缓势的 可以搁在这个身体里面 对啊 也有 也都有 但是完全无痛的 这个又很方便的 现在还的确是 没有 对 比起古人已经太幸福了 要不是你鱼片一身的 一身鱼味 然后就出来了 对吧 这是像什么 每天闻着这个 这个豆老师 像一条咸鱼 一股鱼腥味就知道 你天天干嘛了 说毕严药之父 我给你看看他的照片 卡尔杰拉西 你看 老头活了91岁 但是 我觉得这个人 你可以研究研究 他跟你有点关系 你知道吗 也是男的 不是 对 你知道吗 他退休之后 开始写小说 是 他写的小说叫做什么呢 科学小说 而且呢 他写小说的动机 你知道什么 太好玩了 就这个杰拉西 他是个有文学情怀的人 他跟一个 他的这个前女友了 他的女友跟一个文学教授 是 好了几年 但是后来 这个文学女教授 甩了他 被谁撬走了呢 说是东海岸的一个作家 被个男作家 对 然后他就 他心里面就憋着了 他憋着 他说难道一个化学家的魅力 就不如一个作家吗 于是他就憋了一年 写了第一本小说 然后他把这个手稿 寄给这个 他的前女友 后来呢 他的前女友看了之后说 如果你这本小说不公开的话 我就嫁给你 我估计他是不是写了 他们两口子的 呼吸就是 那不是写的是绯闻隐私 对对 从此 卡尔杰拉西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他一直退休之后 他是个作家 他一直在写小说 写科幻小说 然后后来那个 科学小说 他提出的这么一种概念 你有没有听说过 好像中国也有极少数的 那个那个响应者 就是说他不同于科幻小说 而是说呢 我在写我这个小说当中啊 趁机啊 传播了很多科学知识 硬知识点 对 等于说是用科学指导下的 文学小说创作 那多半不一定好看 他就是科学家嘛 就算是 但他不是写这种小说 基本他们老说是 副科学家 副科小说 情色作家 其实我是科学作家 我讲的里边很多 比如人体的构造啊 人体的激素水平啊 对吧 这个心理问题啊 对吧 我觉得我同意 所以以后 以后叫我科学作家 科学小说作家冯导 那他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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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道对避养药 也是研究过多年的 经常吃吗 我没有 我还经常吃 经常吃 但我觉得避养药 我经常逼人吃吗 失败了 就我记得以前呢 我看的时候 印象最深的 就避养药这个东西 就是六十年代 在美国 那时候西皮市 开始起来的时候 避养药这个东西是 后来慢慢 让很多女性 很快乐 很高兴 就他真的能够 情欲自主了吗 对 你想想看 以前女性 其实我觉得男尊女卑 一直以来 那个男尊女卑 包括我们今天 很成就的一些想法 说什么 女孩子吃亏了 男的占你便宜了 这些想法都跟一个很古老的传统有关 是 就是如果男女发生性关系 往往我们会觉得后遗症是留给女人 比较惨的是女人 比较惨的 我还想他怀孕了怎么办 生了怎么办 对啊 所以一直以来 所谓的家长交女儿 不要给人赞瓶 不知道什么 我觉得都跟这种很传统的想法有关 但避孕药真的改变这一切 我的身体我做主 对啊 所以你看六七十年代嬉皮式运动里面同时带来的是性解放 女性的抬头 这都是连在一起的 但直到这是艾滋病出现才受到打击 可是你说这个我觉得也有一个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一个问题啊 就是一说就叫直男癌了 因为过去里边说直男癌有一个什么看法 就叫说白了 就是男人可以乱搞 女人不该乱搞 对吧 但是这个话当然是不对的啊 可是呢从真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讲 女人乱搞付出的身体的代价 太大了 就是比男性大 对 你同样说性病 因为女人特殊的生理构造 她被传染性病的几率比男人要大得多 就是男传女的话 那么你的风险的确更高啊 即便你吃避孕药 你也有漏勺的可能 对不对 你这个事情 但是问题是我相信未来也许这样的一个自然条件 会被慢慢改变 避孕药已经改变了很多自然条件 所以我不太喜欢人家动不动就说这个自然 那个不自然 我们有什么是自然的 你比如说 我小时候我们家是天主教徒 天主教这种教会就一直到今天都还反对人工避孕 包括用避孕套 用避孕药 原因就是说那不自然 不自然就违反了神造的原则 可是问题是你人身 我们今天活到现在 我们身上什么自然 眼镜自然吗 没错 你做精湿眼手术这自然吗 没什么是自然 手表也不自然 对啊 没什么是自然的 然后一天到晚就说要跟自然的话 对啊 那支架那更不自然 你们都不自然了 这个里边涉及到两大学派 我觉得基本上一种认为啊 就是说人的很多东西啊 是天生的 还有一种学派呢 就是认为呢 人的一切都是文化构造出来的 就是是是是 等于说是人自己造成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们把它当成了这个天眼 是吧 咱们待会再说说卡尔基拉西 去广告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跟贵音要相关啊 还有一个小事 挺有意思的 就最近的事 他们就说呀 现在拍青春片 基本来讲都要有打台 就是只要是如果不打台 就不青春 然后所以说呢 这个我是没看啊 听说之前这几个青春片 都是是就是都有打台的 这个情节产生冲突 巨大的这个心理冲突啊 故事演变啊 有这种转成起合的 这个这个这个张力在里面等等 人性的这个矛盾啊等等 我找我那个第一个小说 《万物生长》这不也改成电影 4月24号公园吗 谁导的 李玉导的 我们这是范冰冰跟韩庚演的 哎呦 这可以稍稍做一点小广告 就是这个唯一不涉及打台能不能的 范冰冰不打台 不是青春片 这个小说作者 没安排范冰冰打台 没安排打台 但是说句实话呢 对于让人怀孕的担心以及女生怀孕 对自己有可能怀孕的担心 其实贯穿了青春期好长时间 对 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啊 至少我不知道啊 你这方面生活比较丰富 但是我包括周围的朋友 那真是有时候 早上因为我们当时原来在协和嘛 这个住校就在协和那个院里 中国医学科医院院里边 早上五点多钟 砰敲门 敲门 一看北大 我具体不说是谁了 北大医师兄说 哎呀 昨天晚上喝多了 这个出事了 出事了 说怎么办 这个这个对吧 这个如果真是怀了 呃危险太大了 等等 就是大家对这种避孕药也好 这个这个这个 这种避孕措施也好 呃 知识还是太少了 有时候能减少好多的 这个用好的 能减少好多的心理的 问题 哎 你说的这个小说应该好好描写这个 就多少女的 真的是 就这种 我在厌 每次早上 这这这这撒胖尿厌厌 是吧 就是到底有没有怀孕 哎呦 这种心理的担心 哪 多少女人都经历过 可是你觉不觉得这个问题是 是有时候有一些跟家庭也有点关系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有时候我看一些国外的朋友 他们家里面 比如说小女孩 小男孩 呃 十来岁 青春期了 是 父母就开始很坦白直率的跟他谈避孕问题 对的 呃 然后甚至还甚至还有的会直接就给他避孕头 是的 对吧 让他带在身上 但我觉得中国家庭好像的态度是几乎不愿体 愿意假设自己的子女是过的将来是一种无性生活 嗯 然后慢慢的大家都好像这方面这个习惯养不潜 你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有的 而且我不是特别理解你相当于在很大程度上呢 呃 让你的小孩处于更大的风险之中 对 对吧 从从常识上来讲 但是我也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父母就羞于启齿谈一些 其实他已经知道的事情 而且小孩应该知道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父母是不是怕受刺激 或者就是说他担心 你知道吗 父母躺床上啊 静聊这个事 他有没有跟男人睡觉啊 他有没有他担心 但是你知道这就像是 哎 我怎么想起阿娇呢 就是一个不是你的联想 你知道吗 就是他有些时候 你看我们对于有些事情哈 是抱着一种叫掩耳盗铃呢 还是一种就是我们不希望知道他 嗯 大约我们也知道他怎么可能不跟人发生关系呢 嗯 但是呢 似乎我们又愿意模模糊糊的以为他没有 还是说这个事情真的暴露了的时候 我们觉得受刺激 产案 是不是有这么 但他会不会还有一种理由 就是他会觉得中国家长有时候觉得 我们要解决问题根子上解决 什么叫根子上解决呢 就他们以为可以杜绝自己的女儿 发生这种事情的任何可能性 嗯 对 就是说我为什么不给你避孕套 为什么不教你这些事 希望你不要做任何 你根本别干 对 你别干不就没事了吗 中国人很喜欢这么讲 就跟上 他觉得你就不应该 对 那我给了你这个 那你就应该听话 对啊 可是再往下走 那就更奇怪 你比如说你到了女生二十七八岁 他又开始着急 对吧 没错 你说这个中国这个父母是怎么想的 这不好办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要用小说教育人心 教化人心 说这都是很傻的事 没错 对吧 而且就说这个有的这个女孩啊 做人流啊 哎 你这个妇科专家说说 我见过有的说做了十次 啊 这个还是对身体有很大 这个不行吧 不好的 这将来生孩子是不是 有可能有困体的 啊 这是做十次呢 也其实很了不起了 我的意思是说 他已经做了三四次 居然还能再怀个第五六七吗 你知道前两年不是有一新闻吗 在一个医院 有个女中学生 初中的 然后他在里边做人流 三个男同学在外边 因为分不清 分不清 最后这仨男生AA制的 仨男生凑钱 这是真事吗 这前两年的新闻吗 嗯 在南方某省啊 你说有这样的事 哎 您当年还在做妇产科的时候 是 有没有类似的这些奇遇发生过 我们那个时候呢 因为是轮转 所以说就说在这个 他叫计划生意 这块待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 但是我们人流的确是相对来说 比起其他我想这个相对教育程度高的地方 还是要比例还是有点偏高 其实比起人流造成的危害 避孕药那个危害几乎来讲是微不足道 当然了 还是应该鼓励吃 中国真的是需要很大的一个性教育的 但是文道你说的是 就说这个避孕药的发明啊 真的是给女性啊 一个彻底的改变 一个解放 就改变了女人在人类历史上的命运 甚至于你看这个卡尔吉拉西啊 他有他的这个预见性 他现在最近他的小说 中文版小说就叫NO啊 就是他的科学小说 NO是什么 就氧化蛋 就现在据说能治心脏病的那么一种 氧化蛋 就是NO 氧化蛋 氧化蛋 他的最新中文版小说 现在在中国刚出来 然后啊 这个序里边有个人就讲到啊 你看当口服避孕药在1973年被发明的时候 杰拉西就预料到这个小药丸将产生巨大影响 他说啊 当时他就说过啊 就说这个 而且他当时的预言是什么 他说这种小药丸在男人身上产生的社会影响 将远远超过女人 它将导致男人女性化现象的出现 其含义是出现倾斜于妇女的法律社会价值的社会女性化 你听得懂他说什么 就因为女性自主了 对 然后女性的自信力量都增强了 所以整个社会过去那种很倾向大男人主义 或者男性霸权的东西就转过来了 所以男性原来那种 你在一个异性 在一个男性霸权底下长大的一个男人 很容易变成直肠癌吗 直肠癌 又发明一见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直肠癌这个词是出不来的 是出不来的 根本出的不出 人们都直肠癌 你说你很爷们 就说你是爷们 对吧 现在可能过去那种爷们都会被当成的直肠癌 没错 没错 所以咱明白了 我一开始的口误是有道理的 避孕药之父就是直男癌之父 有道理 有道理吧 那咱们可以去广告了 避孕药应该给赞助一下 枪枪三人行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文道在谈谈对直肠癌的研究 我还在跟福老师商量就说 为什么中国的避孕药使用率这么低 就一直都说法是很多人怕副作用或什么 但有时候呢 我看我上网查了什么这个药的那个副作用 那个有副作用 很多东西你不知道真的还假的 因为一天到晚 比如说朋友们邮箱里头 我微信里头发来发去 什么健康小尝试啊 这个这一大堆东西你都觉得很可疑 就我们中国民间冲刺着一种各种各样 我甚至觉得是怪力乱神般的医疗知识 因为除了写作之外呢 医疗是我主业了 就是虽然不做医生 但是他现在要开医院 过去就是一直也在 过去三年在投资医院 在运营医院 在健新医院 现在也在做医院相关的投资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问题 核心的结果就是教育的缺失 医疗教育的缺失 这医疗教育不是说教育医学生的 而是从医生医学生护士 转到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就是说健康管理应该是什么样子 哪些药的基本用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他没有 这个有很多原因了 比如说咱们医生资源严重不足 你看个病 五分钟给你打发出来了 你要一个感冒 他不会跟你说感冒 有病毒型的 有细菌型的 病毒型的感冒 你吃这种抗生素 可能是没用的等等 他没有时间给你讲那么多 有可能在相对来说 医疗资源多的地方 你看个医生 有可能要跟你聊半个小时 甚至要聊一个小时 对吧 那时候潜移默化 你就受到了教育 对吧 咱们这个就要缺了好大一块 日均月累 你只知道有病去医院 有病去拿药 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应该吃哪些药 哪些药有哪些禁忌等等 对吧 这可能是一个挺大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 就是因为医生 护士挣钱挣得太少了 定价订得太低了 造成 再加上一些药厂的推进 造成他们有过度医疗的倾向 我只说倾向 不是说一定有过度医疗 倾向是什么意思 能吃不吃的时候 你就吃吧 能拿这个药 不能拿这个药 你就拿吧 反正是药厂也高兴 我也能收入点 造成很多信息就开始混淆 这个药到底多有效 有多大的作用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就是被商业的这些成分 又缴了一下 在有限的时间内 又变成一个卖药了 有些人就变成卖药了 而且他卖的时候 他就会把一些信息 有可能就扭曲掉了 第三个就是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时代 的确信息超级可得 但是信息的真实可靠性 比原来要差了 原来像人民日报 对吧 高大上 CCTV高大上 凤凰台高大上 毕竟还是要有一定的品质 你才敢登在上面 可现在百度Google 然后你会冒出来的 有可能是对吧 不见得是那么准的东西 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排名前面了 有可能有广告 有可能没广告 反正他排前了 但排前不见得是最对的 对吧 所以说造成一般老百姓 就是一般读者 你会发现很难有取舍 就刚才这些原因造成 就是现在很基本的东西 刚才是说的一个 其实还有一个 就比如说像跟男性一样关的 就不是我 也不是你 也不是你的 潜力线癌 潜力线癌是一个进展很缓慢的癌 坦率讲 如果不是非常明确的 已经影响这个功能的话 在外国有种说法 比如说80岁之后 连活检都不做的 活检都不做 有时检出来 比如说12点位 查出那么两三个点 治疗都不做 它的理由是 就等这个癌发展到 威胁你生命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患者已经去世了 它发展的很慢 它发展极慢 特别是年最大的时候 发展就更慢 所以说这样 你看 病人也省事了 这个也不用吃药了 也不用挨一刀了 也不用放射了 医院也节约了医疗资源 可是当然有些人 就比如说 手术设备就用的少了 然后这个药就用的少了 等等 这一系列需求就少了 对 他讲的这个过度医疗的问题 当然我也是在 我也是在网上看见 很多最近的文章 都是说这个癌症 很多癌症就是叫 带癌生存 对 就是变成慢性病 对 可以呢 跟你共生了 那 真的可以吗 绝对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不不 他还要看什么情况 有时候切除 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 是这样 疚症 症 选择 两个人 判断